大家好,今天是5月28日星期二 今天又有的嚴稱聲明 騙子上個星期又會有一個新東西出來了 都用回我以前一張多頭髮的照片 你選擇一張比較近一點 近一點就像我們現在的片頭那樣 現在我沒什麼頭髮的 你還找過這麼多頭髮的人 你不就證明騙人嗎? 第一,再聲明我本人只會在經濟日報 是集團旗、刊物、電子、媒介 和經濟要投資 我不會有任何Facebook、Telegram 或者等等WhatsApp群給公眾 所以你一定是騙子 我並沒有任何Telegram、Facebook 或者WhatsApp群給公眾 如果是的話,一定是騙子 好,有疑問,打18222 好,我們接著去看看 在今天的市場上 先和和和妥妥 接著後來上升 今天上升也是很必然的 因為開始慢慢 是那些人將它做了下來 六月那時候 就做了下來 在六月那裡建立一個好倉 然後建立六月的好倉 然後就撒上去 然後就在上面 應該是191、192左右 來做這個期指結算 我估計是會同樣的 我們來看看這個 好 板塊方面 五大板塊 今天都是很試鏡的 食品及飲料上升 不知如何 石油、半導體、保險 加上鐵絲 這些上升都是很試鏡的 飲食和什麼等等 有些煙等等 我想這些就是異議不太大 天然及石油氣的話 就很不同了 不過呢 升得很細矮矮 中石油、中澤安水波 就會有多一點點升起來 那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 就是 天然翼霸旋的 中澤安水波 值得要留意 那接著是半導體 那半導體 那為什麼半導體會升了呢 因為國家隊這兩天 是買很多半導體股 國家隊賣 那接著就是保險 保險方面 由於A股相對做得好 以然保險投資下來的話 所以每個人都會變成了 會有一點點 是好夜 好夜的時之中 就會這樣 就會升了 再其次 就會有交通設施 交通設施也說過很多次 他們做得好 代表中國內循環經濟做得好 或者起碼對出口方面也有所資助幫助 那接著我們去看看 我們去看看 那個是 不是 要看看一眾的股票 一眾的股票就是 騰訊 阿里巴巴 美團 都是這樣 阿里巴巴和美團 伸天佔的範疇是小 變成其他的來的 例如綜石油 這些多了上來 月紅色就會越來越上升 那這是阿里健康 今天就會上升得最多 我們再看看期子 其次在火車上去 保了吉凶會中軸之後 你繼續上去 在這裏上去的時間都是要這樣看 如果能夠在五月結稅園去到這些位置 那就不錯了 大致上去到1912左右 那就非常好 然後再看上去 在這裏開始看到保密加通道是要收窄的 收窄之後希望會有一點點在這裏整褲 一聲彈上去 今天已經是一半的時間 去到這麼多億 所以今天全入埋單計數 應該是可能有機會升破這裏 有機會升破這裏 升破這裏就是資金又再回來了 如果不行 只是來到這裏也好 那就不要只是去到這麼多 這麼多的話就太少了 升上去的時候太少了 我們會想要先放在這裏 在這裏也好 就算我可以先放在這裏 這個裏也要來放在這裏 就算是真的 不太多了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